从今年夏天以来,乌克兰选择把他们绝大部分力量投入到扎波罗热的苦班方向,另外相当一部分则投入到北敦涅茨克方向,争夺某种意义上被看作风向标的巴赫木特。 这三个月来,围绕这些或重要或不重要的地方,乌军都付出了可观的代价。 可观到西方都开始对乌克兰失去信心,表达悲观看法后,纷纷劝说泽连斯基政府抓紧时间料理后事,免得入冬后俄军趁势反攻。 届时乌克兰不但守不住已有的战果,更有可能被俄军反推一把。 其实只要看看卢干斯克和北敦涅茨克的整体战局,就该明白操心这个问题已经晚了。 因为在这两个地方,乌军已经落入了俄罗斯的圈套,俄军充分发挥自身局部兵力优势,不但牵制了乌军大量一线机动部队,还用钓鱼的办法在不同方向轮流小规模进攻,迫使乌军来回调动预备队。 很明显,这样发展下去,俄军或许连打都不用打,时间一长,三而结的乌军自会崩溃。 同时俄罗斯军队在提高自身空间侦察能力的前提下,大力提高对乌克兰境内目标的摸牌力度。 今年前八个月,俄海军、陆军导弹部队和空天军对乌克兰境内后勤不计合军事物资目标。 大规模空气行动就进行了十多轮,9月10日前后,俄军组织各军种对乌克兰境内20多座城市的103个目标发射了205枚各型号导弹。 乌克兰军队位于波尔塔瓦州、哈尔科夫州、基辅州和扎波罗热州的大量后勤不计战。 有料仓库、前线弹药存放点、铁路运输枢纽和武器维修工厂遭到大规模轰炸。 乌军在这种情况下,根本不具备在东线发动任何形式的大规模地面进攻,只能不断蚕食和消耗俄罗斯守军。 而在其他方向,乌克兰军队简直度力如年,从北向南首先是库普·杨斯克。 差不多一个月前,俄军就已经到了库普·杨斯克外围,最后一道屏障新基夫卡。 同时还有俄军向南激动,一副要把乌军包了饺子的样子,慌得乌克兰都下令撤离居民了。 结果直到现在,俄军第25摩步履和138禁卫步履,依然在新基夫卡附近群巡,据称只是在向乌军第41和115级步履不断炮击。 向东南一些的基斯利夫卡附近,乌军14和67两个基步履,对阵俄军第2和第47禁卫步师,也是如此情况。 不知道乌克兰和北约有没有疑惑过,第二警卫摩步师,是大名鼎鼎的塔曼斯卡亚摩托化步兵师,隶属俄罗斯西部军区,可是拱卫莫斯科的王牌玉林军,如今只是拿来跟两个残破的基布里对峙,难道乌克兰和北约都没有闻到诡异的气息吗? 唯一比较合理的解释,是前段时间十四旅爆发了军团病疫情,吓得俄军王牌不敢来打。 向南则是斯瓦托以西,这里俄军近段时间表现得比较活跃,发起了多次规模不算大的地面攻势。 很有意思的是,乌军在这里布置了第32、43级步履、第一总统旅、第25空降旅和第103旅等多支部队,俄军却只有第15摩步履和第21竞摩旅。 两支部队顶在最前方,包括第四禁卫坦克师,第三摩步履,在内的俄军主力都在斯瓦托修整。 战斗力不是很强的部队,顶在一线,大量齐装满原的精锐部队,却在后方看系。 就算不懂军事也能看出来这种配置有大问题。 大家可以想象,如果乌军向东进攻击穿了这两个旅的防线,等待他们的就是俄军主力的炮口, 反过来若是乌军被俄军这两个旅冲垮,战线后方根本没有后援的部队,需要过了奥斯基河才有一个乌军105旅。 这么明显的劣势,北约倒也真沉得住气。 在向南是克里尼纳,这里可能是整个卢干斯克战线最平静的地段了。 不久前俄军相继调走了第76空降师,第98控突师和第41级团军。 现在这里除了新组建的第25级团军和第74精卫摩布驴, 剩下的俄军只有车臣部队和卢干斯克人民军。 乌军也没在这里部署重兵,第44和63级部旅,第58摩布驴和81空降旅,都不是乌军战斗力较强的部队,唯有再靠北方位置的21级部旅,是北约训练的精锐,部署在这里可能是为了方便随时持援。 斯瓦托方向和克里米纳方向,卢干斯克的这三个主要作战方向,梳理一下时间线不难发现。 俄军在每一个方向都不下重兵,以绝对优势兵力发起席扰作战,土地是能战则战,乌军反攻就立即放弃阵地后撤,基本不给乌军主力接战的机会。 例如7月下旬在斯瓦托,静坦40主攻,21静魔律掩护左翼,前进了几公里拿下两个村子,乌军反攻后俄军扔下第二个村子就撤退,然后俄军就安安心心巩固阵地,乌军来打就防御, 乌军不打就防无人机和巡飞弹巡机而动,斯瓦托平静了没几天,8月中上巡库普·杨斯克的俄军开始进攻,一度塑禁了新基夫卡以东好几个村的乌军,俄军空降兵则进入新基夫卡西部和南部的森林,倾角参与乌军,演戏演全套,当时俄军还根据情报,炸掉了一个乌军军官开会的房子。 库普·杨斯克最后一座公路桥也被俄军炸断,胡得全世界都以为俄军要从这里突破了,不料俄军虚晃一枪,库普·杨斯克再次没了动静。 如果不是扎波罗热战况紧急,乌军正在向库班调击重兵,估计现在就是克里米纳方向的俄军主动出击,吸引乌军不得不调动预备队堵窟窿了。 至于卢干斯克以南的北顿方向,只能说乌军在这里的消耗更是毫无意义,三个月也没完全拿下克里西夫卡,即使拿下了,距离夺回巴赫木特也差得远。 照这个趋势下去,恐怕乌军能打下托克马克的几率都比夺回巴赫木特的几率大。 至此俄军利用乌克兰北约急于求成和兵力不足唱空城级的弱点,在卢干斯克成功制造一个陷阱, 调进制的陷阱后,乌军明知需要把兵力集中在一点,却还是不得不分出相当一部分兵力,防范俄军可能从东线的突破。 防范俄军趁势拿下195、哈尔科夫这些重要目标,防范俄军牵一发而动全身,彻底扭转整个战局。 说白了,乌克兰和北约过于自信,认为自己能调动俄军。 找出俄军的弱点将其一举击溃,不料经过半年韬光养会。 泽连斯基政府发现自己才是那个小丑。 在俄乌冲突中,乌克兰的兵源问题一直存在,虽然前前后后进行了十几次全国动员,甚至派出士兵满大街抓人,但是结果并不理想。 上游政策下游对策,不但没有招募到更多的士兵,反而滋生了一大批贪官污吏,利用征兵谋取私利。 而近期泽连斯基开始动手整顿征兵办,同时扩大了征兵范围。 甚至一些患有疾病的人也不打算放过,看着驾驶乌克兰怕是要先一步将自己弯死。 泽连斯基这是要彻底封魔,将大量传染病毒患者送上战场,无异于在自掘坟墓。 首先战场上生活条件艰苦,大量士兵聚集在一起,即便是普通的头疼脑热,感冒咳嗽都可能会一传实实传百。 而这些传染性更强的病毒,势必会让乌军士兵备受煎熬。 话说连病人都不放过,这是不是有点蜂魔了? 其次就是强行争调女性进入战场,这能解决兵员短缺的问题吗? 即便是乌克兰女性入场,也只会增加伤亡数字,而不是带来反攻胜利。 想要解决兵员问题,应该从在海外避难的八百多万乌克兰人身上下手,而不是携带病毒的病人,也不是乌克兰女性。 乌克兰为什么无法战胜俄军收复失地,一纲面式装备并没有那么先进,外界或者说西方军火商吹牛吹过头了,另一方面则是整体军事素养上差距太大,强行将平民送上战场,几周的培训之后,就能对抗一名正规士兵吗? 这些问题才是乌军战斗失利的原因,而基辅却一直抓着兵员问题不松手。